六土章,星日马,张月露 这三个都在马宫 分别象征着朱雀的嘴 还有他的这个脖子 以及章是连接翅膀的地方 这个素子这个地方 总之都构成了他这个形状 我们只要理解他的精神 那这个柳呢 与此同类的 比如花街柳巷 还有旁边一个九旗 以及呢 这个下面 是在星的下面 有一个叫星秀 我们28星秀 这个单独一个叫星 不要搞混了 他这个下面有一个轩缘 那个轩缘呢 就是正中宫 青龙白虎 朱雀玄虎中间 是一个黄龙 那几个星星是一个龙形 那个在上古最早的时候 是这样划分的 而后来呢 那随着斗转星移 那随着斗转星移 自汉代之后 把这个 重新划分 因为星星都变了位置 就把这个 黄龙 归到了星 刚好也有一点寓意啊 就是在这个朱雀的下面 那朱雀就厉害了 把北极星 划为了重点 那我们知道 北极星 它也是 要斗转星移的 因为它并不是 正中那个点 而且地球 它是 就像陀螺一样 针对着北极星 虽然如此 但是它 还有一个 陀螺一样 因为地球 这样转嘛 转的时候 这个陀螺就有一个陀螺中线 所以这个北极星 围绕着这一圈 在转 再过 什么一万五千年 就到支旅星 黄天的女儿 然后现在在沟沉 也不是当初的北极的位置 这个张 我们想到张开 就是张飞 关上就是关羽 这个我们都可以议会 那每颗星星呢 下面对应很多的星官 都跟这个同类似的 我们只讲了 大概这个 这个二十八星宿 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 这个西方的 这个东方的星宿 要比西方的星座多得多 这个又丰富得多 各种的寓意 而且每个星宿之间 这个 它还有重复的 为什么重复呢 也比如说这个五帝座 在朝廷内 它有它的细位 在这个 在这个大臣议事的地方 一个是紫围园 一个是太围园 都有他们的位置 你看那个皇帝巡游 这个贝特七星 沿着这个车走的时候 各个地方 天室间 也有这个皇帝帝西 有皇帝这个威夫斯坊的地方 各个地方都有它的护手 可能换来换去都是那几个人 但是它心情位置不一样 也有它特别的寓意 那个星亮也代表特别的意思 古人最早呢 就是把这种 这个上古时候 一定是地上有什么 然后硬到天上 才好划分嘛 因为刚开始 天上都是要 我们划出来 那除非是有通天 说是在天上 知道确实也是这些机构 那我们地上 刚好又落到人间 那这个就叫神船 但是后来呢 朱元璋 就是 把他的这个坟墓啊 不仅是坟墓 死后生前 也是特别在意这个 就把他的那个共 弄成了天室的样子 因为他也是老百姓出身 也非常喜欢这个 那要么天应人 要么人应天 就是天人合一 中国的这个学问 非常的寓意深厚 又同时预测 吉祥各种事情 侧吉凶都能 很多时候都应验 传说凤凰是这几个星 整个的朱雀 是他的祖先 比他大得多 因为那个景修占了很多 所以这几个占的情况 很少部分 都没有办法 都没 Sketch 没帅 的 知道 知道